接下来的数个月 倒是有些波澜不惊 万岛湖中虽然偶尔还是有炼气修士 互相为争夺领导斗法 但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毕竟三国如此之大 白泽先程逃往万岛湖区域的散修 毕竟是少数 再经过方熙一波暗中清理 真正的刺头早已消失不见 甚至就连凌空岛方面 都是一片平静 大概是三分堂的人联手 将利雷失踪的消息封锁了起来 豪扯着这位筑姬大修的虎皮 继续霸占着凌空岛 这一日 方熙正在修炼 忽然感应到悬木大阵之外 有一股强大的气息接近 是筑姬后期 她神情一动 长笑一声 养鱼场中 一道轻盈嘶吼一声 宛若一道青涩脾炼 从湖底窜出 掀起巨大的水花 临到周围渔夫身上 好在忠祺对此早有准备 老神在在地抽着烟带锅 哗啦啦 水流落在她身上 宛若遇到一层无形的薄膜 向两侧滑去 嘿嘿 看看你们 多久了还未练成这一道分水术 活该变成落汤鸡 趁此机会 忠祺美美吸了一口汗烟 开始教训那些新手养鱼人 灵尊出动 不知道岛主那边出了什么事情 一名渔夫不顾满身湿透 望向长青阁方向 对于他们而言 龙鱼岛主是庇护他们的天 一举一动都会深刻而强烈地影响着龙鱼岛的未来 闲吃萝卜但操心 岛主稳健着呢 终其撇撇嘴 你们可是赶上了好时候 咱龙鱼岛稳如泰山 只要不是遇到上三家那般的围攻 都是没事 如今岛上修饰也少 一个个都能混到二阶灵气的洞府修炼 老夫若是年轻之时 有你们的条件 说不定早就练气圆满了嘞 去 青角鱼龙摇头摆尾地飞到长青阁 一道人影就落在他头顶 吩咐一声 大青立即腾云驾雾 操纵云雾飞行 来到龙鱼岛边缘 一道乌黑的光芒飞驰而来 同样在悬木大阵边缘亭下 献出其中一位黑衣道姑 这道孤生的极美但神情冷如寒冰 两条掉眉更是破坏了原本的花容月貌 带着丝丝煞气 更令人戒备的是 一股远超寻常铸鸡的法力气息 在他身上蔓延而出 果然是铸鸡后期 方兮脱口而出 神情正重 铸鸡期每一次境界突破 所带来的法力增长 也是相当恐怖 他刚刚铸鸡之时 液态法力只有20滴 如今都有100多滴 而铸鸡中期突破后期法力 还有一次暴涨 按照他推测 铸鸡后期的液态法力 至少都在200滴左右 几乎十倍于铸鸡初期修士 也超过中期修士许多 形成了碾压 更不用说 还有一些秘书之类 必须境界到了铸鸡后期 才能修炼 综合而言 每一位铸鸡后期的修士 在越国都足以称霸一方 乃是真正的大高手了 纵然在三国之中 每一位铸鸡后期 也是有名有姓 不论去哪里 都能受人礼遇 优越门大长老 万岛湖附近的铸鸡后期 女修只有一个 方兮甚至都不用猜测 便知晓对方的身份 龙鱼岛主 你可曾见过这些人 幽越门大长老并未进入龙鱼岛 他声音苍老 显然宝经沧桑 知晓龙鱼岛阵法不俗 疑似二阶上品 纵然注击后期贸然进入 下场也不会太好 此时 伴随着这位大长老的法力 几道光幕浮现在半空之中 呈现出几道人影 都见过 方兮心中点头 潜心子做了花肥 利空变成我的傀儡 还有这些炼器器手下 都在我岛上 但这种事显然不能说 他注视片刻 茫然摇头 未曾见过 这几人 莫非便是洗劫优越方式的劫修 正是 幽越门大长老用苍老 而慎人的声音继续道 有件事情好交龙于岛主知晓 老身之前去了凌空岛 已经确认三分 堂堂主利雷 也是这伙劫修之人 他强大的神识放出 想要观察方兮细微的反应 竟然是此人 方兮大惊失色 多亏大长老明察秋毫 否则我万岛胡威已 不知大长老是如何知晓的 可曾拿下这利雷 利雷早已失踪 老身将三分堂的修士都一体捉拿 准备带回去一个个搜魂审问 幽越门大长老见到方兮 一直位于大阵之中 并不外出 不有审效 他回忆起过往传闻 知晓着严家家主 严东青 方兮回忆起来 那个炼器五层修士 那小子虽然只有炼器五层 但有勇有谋 可惜是男儿之身 否则老身都想收为徒弟了 幽越门大长老感慨一声 旋即拒绝了方兮 去长青阁喝一杯灵茶的邀请 化为一道顿光远去 方兮目送对方离开 这才一踩青角鱼龙 让大青送自己回去 炎东青吗? 他靠在炎红秀的大腿上 吃着夏侯营包的灵果 心中暗自思量 那个炎家组长实力低微 原本整个万岛湖 都在等着炎家什么时候覆灭 没想到 却被此人抓住机会 一举灭了三分堂 重新夺回了凌空岛基业 甚至 应该还获得了 优越门大长老的欢心 特地跑来提点一句 想必是让自己等人 日后多加关照的意思 倒也算有勇有谋 炎家有一位好家主啊 红秀 想到这里 方兮忽然开口 公子 炎红秀一个机灵 答道 我在 方兮神识一扫 发现炎红秀的法力根基十分扎实 说不定数年之后 都能突破炼气九层了 一旦突破炼气九层 再努力一番 炼气圆满也未必没有希望 到时候或许也有筑基的可能 你跟我多久了 方兮随口问着 大致有三十年了 炎红秀一正 旋即低声回答 半甲子啊 方兮略微算了算 便知道炎红秀距离六十大线也不远了 稍微不留神 此生都没有筑基的希望 最近跟家里怎么样 可曾有书信往来 有 不过是几封家书 说些家长里短罢了 炎红秀心中 易锦脸上 却丝毫不露 实际上 他之前还收到一封家书 乃是如今的族长 炎东青寄来的 信中让他好好照顾自己 以自身道徒为先 话里话外 都暗示他 不要错过龙鱼岛煞气湖的筑基缘 若有机会 一定要争取 炎家会全力相助他 炎红秀其实并未想过筑基 他此生能练气圆满 就已经很满足了 但不知为何 今日公子忽然提起这事 如今的炎家家主不错 是个人物啊 方兮似笑非笑地道 在炎红秀有些担忧的目光中 却又懒洋洋躺了回去 半个月后 凌空岛再次一主的消息 传遍整个万岛湖 而优越门也发布声明 声称利雷乃是节修一伙 并发布高额悬赏 通缉此人 奈何 任凭贪图悬赏的修士 将万岛湖翻了个遍 都未曾找到利雷 与那伙劫修的蛛丝马迹 就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 倒是刘三七又来拜访一回 解释自己与利雷绝无关系 此种谨慎小心的姿态 连方兮都未知侧目 此人不愧跟他一样 都是修行目属性功法的修士 一举一动都透着稳健 幽越门那大长老拿住不少三分堂之人 说不定知晓一些内情 搞不好连前心子一伙 谋划龙鱼岛的事情都知道 这么说起来 上次过来见我 也有试探的意思 不过 纵然他是驻击后期 敢贸然闯入龙鱼岛 照样做成树肥 方兮一边胡思乱想 一边来到长青阁最深处 地上湖水泡接二连三的炸开 从中冒出丝丝缕缕的黑色煞气 在湖面之上 漆黑的煞气已经浓郁至极 带着粘稠之感 五十年了 这一道黑风煞气 终究是孕育的差不多了 方兮望着那一道煞气 感慨一声 龙鱼中家世代为驻鸡家族 几乎每一代都能出驻鸡修市 便是靠着这一口地煞壶了 此种珍贵资源 纵然当年中家被灭之时 都舍不得损毁 正如阮兴灵之父 当年舍不得损坏灵桃树一般 都想着子孙后代有一日能夺回来呢 不过如今他终究是属于我的 方兮微微一笑 青木长生公的法力化为一只大手 飞向漆黑的煞气浓雾 滋啦 伴随着一道道法诀 那漆黑的浓郁雾气凝聚成漩涡 中间宛若一个漏斗 又被方兮吐出一口青涩的先天真火 开始缓缓练化 一滴滴落入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玉瓶之中 数日之后 方兮手中的玉瓶已经装满大半 而湖泊之上的黑气 已经稀薄至几乎肉眼难辨 一道黑风煞气精脆 大概够一味练气圆满的修饰洗练肉身 增加那么一星半点突破注击的可能罢了 依旧是个肺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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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